你盯着我看看什么 我帅吗 不帅 大家好 我是Paka 今天我们要来讲简爱 简爱在各路世界民族中的女主角是非常特别的一位 因为她不像我们之前讲过的法国民族茶花女 清国清晨 她还不像我们之前讲的飘女主角斯嘉丽 独领风草 简爱就颜值上来讲 她就是个平平无奇的五分女孩 没有女主光环 但是你看我手里这本书 为什么她已经烂成这样 那是因为这本书已经在我家放了16年 就是我小时候我妈妈读 为了做这期视频 我特地把它挖出来 在翻的过程当中 它终于因为太旧了 所以它这个吊线真的是古早民族 到底有多大的魅力 今天就由我带大家通俗易懂地回顾整个故事 故事开始的时候是在一个非常典型的英国冬天 也就十岁的小小的简爱 一个人躲在一个大宅的窗帘后面 在悄悄看树 那她为什么要躲起来看树呢 是因为她的爸爸妈妈死了 她是个孤儿 她既养在她的舅舅家 可是她的舅舅也不幸死了 所以现在这个家只有她的舅妈 以及她的表哥表姐 她的舅妈和表哥表姐 对她非常的刻苦 特别是她那个表哥有暴力倾向 没什么喜欢就是找她查 并且揍她 不是揍着玩 是往死里揍 那故事开始的时候 简爱躲在那边看树 可是没想到还是被她的表哥给找到了 你没有权利动我吗 她说 我妈说了 你就是个依靠别人养活的人 你爸爸没有给你留一个子 她那个表哥就拿起树要砸简爱 结果就把简爱的头给砸出了血 所以她抱着她的表哥就一起扭打起来 结局可想而知 她被她的舅妈管了经历 这个时候过了没多久 舅妈因为实在是不想看到简爱 所以就把她送到了一个寄宿学校 说是寄宿学校 其实那个学校就像一个孤儿园 没什么区别 因为在这个学校当中有个类似像 教导主任这样的一个角色 所以舅妈就跟这个人 说了很多简爱的坏话 所以那个人回到学校之后 当中惩罚简爱 让她站到一个很高的椅子上面 当着全校人的面说 这个女孩不知恩图报 撒谎诚信 欺骗她的舅妈 当中朝她泼了很多脏水 然后小的简爱 站在那个高高的台上的时候 内心是充满了耻辱 所有同学都用一种非常异样的眼光来看她 但只有一个人就是海伦 在她罚站的时候 悄悄的阿蕾 投来一个很善良的眼神 海伦就告诉简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相信 那个老师说的话 因为那个老师本来就很刻薄 你没有必要因为别人的目光 而这么在意 可是简说 是啊 我知道 我不该比拨自己 但是这并不够比 要是别人不爱我 那我永远死掉 海伦我忍受不了人们的憎恨 忍受不了孤独 这个时期的简爱身上完全 透露着一股不自信和自卑以及缺爱 唯一指她庆幸的是 有一个海伦这样的朋友 可以陪在她的身边 然而命令又跟她看了一个玩笑 在不久之后的孤儿园 爆发了一场伤寒当中 海伦不幸去世 她唯一的朋友也没有了 简爱不断的想要获得爱 可是不断的失去爱 对这样子的事情 以往过了八年 在八年当中 简爱也不停的学习各式各样的知识 对她的法语 钢琴 地理 历史 全都是全年级第一 八年之后 她已经变成一个大人了 学校日益聘请她留校做老师 但是简爱的真面目 其实她是一个不甘跟命运低头 这么一个女孩 她已经在这个学校待了八年 她决定再也不要待下去了 因为真正的世界是广阔而多样的 其中充满了希望和恐惧 悲伤和性能 她在等待那些有勇气的人去探索 她知道如果她一直待在这个学校里面 她所有的见解 会被trap在这一个学校里面 所以她立刻登报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 就是在桑菲尔的庄园做一名家庭女教师 于是她告别了原来的学校 一路驱车 来到了人生的下一个篇章 桑菲尔的庄园 认识了这里边的管家婆婆 然后认识了她的学生 一个可爱的十岁小国小女孩 她每天就是在这个漂亮的庄园里面 散步小小孩 时不时的可以去站到这个庄园三楼的一个地方 跳往远处的风景 有一次她在三楼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奇怪的声音 让人有点毛骨悚然的这种怪笑 她去问其他的佣人 大家都打马虎 没有人就回答她为什么 她之后又过了没多久 简安有一次在林间自己散步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非常犀利的马叫声 她一回头看到有一个男人 骑着马上从马上就摔了下来 她一吓了一跳 立马跑过去 发现坠马的是 看上去挺壮实的中年男子 其实这个坠马呢 就是本书的男主角罗切瑟 也就是桑菲尔德庄园的主人 也就是护佣简安来当家庭教师的这个人 但是简安这个时候 完全不认识罗切瑟 也不知道她就是她的主人 她就看到一个陌生男人 从马上坠下来了 她就很担心 她就立刻说 先生你没事吧 没事 闪开 但是简安看她明显就是站不起来的样子 就说你要不要帮忙啊 这个时候书里表写的很有趣 简安说 说我很少看到漂亮的年轻人 一辈子从来没有跟一个英俊少年交谈过 那如果说目前这个坠马的人 是个英俊美少年的话 我反而不敢跟她讲话 但是这个人粗里粗气 大大咧咧 反而降低了简安对她借背心 反而有点担心她的脚行不行 这个时候罗切瑟德就打量了一番这个女孩 个子矮小 讲的也很平庸 就说不关你事你赶紧走吧 但是简安却执意要看她上马 罗切瑟德就问 这里方圆十八里这么荒凉 你住哪儿啊 然后简安就说 我是那个桑菲尔德的 桑菲尔德中原 切瑟德想 这不就是我家吗 他说你是那个家什么人啊 我是他们家新来的家庭老师 家庭老师 然后罗切瑟德就笑了 对家庭老师 我怎么忘了还有这个事情 于是罗切瑟德笑而不已 也没有说他就是这个主人 骑上马就各马奔腾 头也不回地转身就走了 没想到回家之后 佣人就跟他说 哎呀我怎么现在想回来 主人回来了 简安一看到 哎 这不就是今天就是爱跟男的吗 喝酒之后呢 桑菲尔德中原有一场聚会 有很多达官贵人来社交嘛 简安摩托德坐在角落 他也不知道该跟谁说话 他就打量着他不远处的 罗切瑟先生 这个时候罗切瑟拿着一杯酒 显然是已经有点喝多喝上头了 他一边拿着酒 一边又眼角发现简安好像在看他 于是直到他也来劲儿 他就说 你给你给我看看什么 我帅吗 不帅 罗切瑟听到这个话就被气炸了 其实他也知道自己不是那种真真意上的美男子 但是你知道吗 男人嘛就是有种从天而降的自信 就算我不是美男子 你也不能这么直白地回答我吧 这个简安一去不帅就把他给 急得来劲儿了 于是他就说 简安小姐 你怎么可以这么堂而皇之的无礼当 然后简安就说了 那你问我的我 你问我我就说实话 你的确是不帅啊 这两个人就展开了一场趣味的对话 加上这个时候 罗切瑟其实已经有喝多了 他觉得跟这个女孩说话挺有意思的 于是他就唯唯到来了很多 原本简安不知道的事情 包括其中为什么 这个他的学生 法国小女孩 或者这样一个英国的庄园 另外一个法国小女孩 阿黛勒 他的妈妈是一个法国的舞蹈歌迹演员 然后罗切瑟曾经跟这个女的有过一段情 他们两个人在热恋期的时候啊 这个女的把罗切瑟画的天上有地上窝 因为罗切瑟其实他的个头不高嘛 但他长得很壮 于是这个女的就是说 我喜欢他运动员一般的身材 罗切瑟那个上头啊 就对这个女的爱到不行 给了他很多钱 然后有一次罗切瑟打算给他一个supplies 来到他的房子 想给他一个惊喜的时候呢 却意外闯见 这个女的竟然带了别的男人回家 对啊就是给他带了绿帽子 躲在暗处罗切瑟怒中上 因为不仅如此 他们两个人还在那里说罗切瑟的坏话 这女的当面对罗切瑟说 哎我喜欢你那壮实的身材 但是背地里就跟他的情人吐槽 罗切瑟是个矮之鲁 矮人要命 躲在暗处罗切瑟的灯 火气突然到这儿冲出来 他就跟这个女的一刀两断 然后谁知道事情过了没多久之后呢 这个女的竟然塞了个小女孩过来说 哎这个是你女儿 这个女孩就是现在那个十岁的阿黛勒 讲完这一切 罗切瑟可能发现自己讲多了 因为他跟一个可以说是下人吧 竟然说了这么多有关自己这么私密的事情 然后他就非常多疑的问了一句 他说你讲的这些 你该不会到时候嫌弃阿黛勒 反而就不教他了吧 可是没想到简爱怎么回答呢 简爱说 不会的 阿黛勒没有义务为她母亲或者你的过错负责 我本来对她就很关心 现在知道她为她的母亲所遗弃 你又不承认她 在某种意义上她就是个孤儿 怎么会去讨厌一个孤儿呢 对 罗切瑟越发觉得简爱这个女孩看上去平平无奇 但是她的思路是清晰 她有点对这个女孩有好感了 故事的转折点在哪呢 就是有一天晚上突然发生了一场火灾 那天晚上简爱本来一个人在睡觉 但是她突然迷连活活当中 又听到了她以前仿佛在三楼阁楼 听到的那个怪笑的声音 是让人毛骨悚了那种奇怪的笑声